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阿葵凱,歡迎來到這個頻道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在下個禮拜一即將復刻的神卡卓羅 那他會在全新的公會任務中,讓大家能夠重新入手 所以下個禮拜一,如果說你沒有入手卓羅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個人積分上達到1000的話 就會送你一張技能等級10的卓羅 要注意他不是送你滿技的喔 所以你必須要另外準備人面怪鳥來餵他 那他的滿技是計時五 所以你要額外準備五張大鳥才有辦法練滿技 那這張卡片要用的話,一定要滿技,不然會太難用 那他的主動技能是火箭距50% 新浮石效果,效果持續到沒有消除火浮石 那這張卡片目前最適合就是擺在火西亞裡面啦 那他的地位,相信大家在之前實戰中 應該都有看到,他主要是撐高生命力 然後如果說你的火西亞放下他的話 回復力也不是問題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 每個回合,不要說回滿了 他甚至可以解決易補盾 不過這張卡片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在效果持續期間不會冷卻 所以你一旦開下他的話 他的CD,如果說被技能重置啦 或是效果被擠掉的話 那你要開啟他的話,你必須在洗六回合的主動技能 這是他比較機車的地方 但是火西亞還是各個方面而言 還是非常需要這張卡片的 所以如果你有玩火西亞的話 你一定要入手這張卡片 這張絕對是神卡 那這一次,別忘了就是更會積分 一定要達到1000分 如果說你之前沒有達到卓爾的話 如果你之前已經有卓爾的話 你就是沒有那麼需要了 因為他是送技能等級10 他並不是送滿技的 以上就是關於這一次的卡片分析啦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新的卡片分析的話 不要忘了按下影片,就按下鈴鐺 下次有新的卡片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